A股市场再度触发这个熔断机制而停市 有市场声音要求 港交所重新检讨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推出的市场波动调节机制 港交所发言人表示说 市调机制与内地的熔断机制并不相同 前者是涉及部分会影响系统性风险的指数成分股 也不设停市 仍然可以五分钟之后的冷静期限价交易 冷静期之后就可以恢复买卖 更重要的是市场调节机制在收市之前 最后15分钟不适用 让市场自行调节价格发现减低恐慌性的情况发生